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过了 感谢华春莹队长今天专门把我介绍给大家 我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够在这个讲台上和大家解释 我将努力向我的前任努力学习 真诚地和记者朋友们沟通交流 将大家及时准确地介绍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理念 增进中国外交流之间的相互的关系和影迹 在今后的日子里 我会认真对待大家提出的每一个问题 为大家的工作提供力所拥挤的帮助 同时期待能够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